大家好,以后再想喝西红柿鸡蛋汤了,你就像我这样做,只要家里面有锅,会烧开水就能做,做法简单,营养又美味,出锅全家都爱喝。 首先,我们准备一个刚从树上摘下来的雌性西红柿,然后浇上开水,把西红柿用开水泡五分钟,这样一会儿就会很容易的把它的外皮脱下来了。 接下来,我们再根据家里的条件,在碗中打入四个拱鸡蛋,里面啥也不用放,搅拌成细腻的鸡蛋液以后,放一旁备用。 五分钟以后,将泡好的西红柿皮脱下来不要。 做西红柿鸡蛋汤,去皮不仅能让汤的口感更加的酸甜,好喝,关键是去皮切成小丁的西红柿,更容易把它里面的汁水炒出来。 原汁原味的,喝着有营养又美味。 接下来,我们锅中倒入和平时炒菜一样多的油,把油烧热以后,再将切好的西红柿下锅,中火炒一分钟。 彻底的将西红柿里面的汤汁炒出来,这样咱们做出来的西红柿鸡蛋汤它才好喝。 等炒出汤汁以后,这会儿我们往里面加入清水,根据家里面的人数加水,然后把水烧开。 下面是重点,西红柿鸡蛋汤,口感想要丝滑,浓稠,需要我们多次往里面加入淀粉水。 加入淀粉水,不仅仅是提升汤的口感,更重要的是,能让鸡蛋花更加的漂亮,不散花,看着呢,也特别的有食欲。 大家可以看一看,当蛋液下锅的时候,里面的蛋花瞬间拧固,非常的漂亮。 所以以后大家就可以和我这样做。 在淋出锅的时候,我们往里面加入盐,还有鸡精调味,然后再煮一分钟。 下面我们再准备一个大碗,放葱花,适量的胡椒粉,然后来点香油。 最后再将咱们煮好的西红柿鸡蛋汤倒进来。 我们这样做的西红柿鸡蛋汤,不仅颜值高,而且营养又美味,酸酸甜甜的,好喝还开胃。 关键是,做法真的是简单,一点没有难度。 如果你喜欢,就给我点个赞,鼓励一下吧。 不喜欢的话也没有关系,免费看,免费学。 好了,谢谢大家,这里是甜甜美食厨房,我们下期再见。